自身艺人孙彭 迪英的独生子孙安佐 先前在泰国因为护马 私闯明宅而遭警方逮捕 当时迪英出面就此 才暂时让纷争止息 然而 孙安佐反台后 先是针对父母放话 一家人好不容易再近期恢复平静 他却又因携带瓦斯火枪上街 又被警方进入家中搜索 带回警局 孙彭事后拿现金30万元将艾茨保出来 可说是争议不断 事实上 这并不是孙安佐第一次出包 早在多年前 他就曾在美国放话时有枪械被警方关注 回台后虽然投入健身 YouTube 创作 开饮料店 但都没能长久经营 反倒惹出更多风波 然而 即便儿子已经24 25岁年纪 应该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但孙彭 迪英夫妇仍不放心独子 多次出手相救 让大众看了只摇头 资深媒体人许盛梅在节目新闻汪汪汪指出 孙彭夫妇对孙安佐的教育极为看重 小学 国中都就读台湾知名私校 每年花费约60万 国中毕业后 孙安佐赴美读高中 但只读了三个月就闹出当年的带枪到校案 遭警方拘留238天 当时仍有国光帮帮忙主持的孙彭也只能告假 倾全家之力营救爱子 保守估计是花了3000万台币 也有人讲是不止 因为他们说要卖一栋房子才有可能 可是这3000万只是律师费 而把孙安佐带回台湾后 为了找好律师处理此事 他们又被黄旗诈骗上百万 又再次闹上法庭 而到了近日的火枪事件 孙彭则是拿出现金30万协助交保 对于孙安佐的脱续 以及孙彭夫妇为此交头烂额 多数网友都感到心疼 认为他们已经尽力做好父母的责任 但也有另一派人直言 就是因为童年时过度宠爱保护 才让孙安佐有恃无恐 如今儿子早已成年 也应该放手让他独立面对 而不是处处协助 反而会阻碍他的成长 关于孙安佐交保后的生活 据自由时报报道 他23日现身信义驱时 指出近期与四五名好友投身科技业 坦言最近都在忙工作 比较少回家 至于与家人间的生活 他则表示与家人目前关系融洽 平时若有在家都会和妈妈聊天 声称近期以工作为主 因为我长大了